模具包价到底怎么报 模具包价应该包括设计费 试模费 材料费 加工费 设备折旧费 工人工资 管理费 税费等等 主要先要确定模具的寿命 根据不同的寿命来选择不同级别的材料 再根据材料确定不同的加工工艺 再根据工艺来计算工时 由工时来确定每个单件的基本加工费用 一个零件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 价格差别会很大 其实各种工艺的工时价格也没有固定 所以根据零件的蓝翼加工程度 设备的大小 性能的不同而不同 不过有一般的会有一个基本的定价 像车床一般30块到60块每小时 洗床一般50块到80块每小时 转床一般50块到80块每小时 cnc一般60块到100块每小时 精密模床一般是60到80每小时 电话花一般是100到120块每小时 慢走时一般是80元到100元每小时 光学曲线磨床一般是160到200块每小时 不同的加工精度特殊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也是有不同的价格啊 决定价格最大的差异就是因为它的加工零件的数量 数量大的干加就低了 我是模具设计张老师 我这里有一份模具报价的一份表格 精确到每个环节需要领取的 记得找我